昨天5月12号是四川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的纪念日 刚好也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不过对于汶川地震罹难学生的母亲们来说 却是一个令他们悲痛的日子 豆腐渣工程下的冤魂 让这些母亲认清了中国政府对于百姓性命的无感 带你一起来了解五年来 这些母亲如何度过每一个思念孩子的日子 自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512大地震之后 每年的这一天就自动地成为了遇难家属 祭奠亲人的日子 尤其是对于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来说 这一天尤为悲伤 据官方提供的资料表明 共有约7000座校舍在汶川地震中倒塌 超过5300名学生遇难 学生家长们四处疾呼 要求当局彻查地震中倒塌的房屋 特别是校舍是否涉及到杜甫渣工程 但几乎所有为此事上访的学生家长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监视 拦截 甚至是毒打和威胁 四川落水镇余女士表示 她的孩子在地震造成的学校贪方中遇难 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或赔偿 只字不提豆腐渣工程的调查过程和结果 就如同北川地震时一样 政府对上方的家长的答复是 不管工程是不是豆腐渣 反正地震超过八级就不保 明天今天到期 去过多次 没得到解决 没有处理 你这些街道呢 啥子也不管 政府还是呢 都不上哪个 所有人都是空事 别人为 这些年一直 心里 一直都难用 也找政府呢 政府也不理你 据了解 很多地震妈妈 由于过分思念自己的孩子 身体状况也越发糟糕 据媒体指出 虽然大陆官方至今不承认 汶川地震倒塌的校舍 存在品质问题 但曾有专家在调查了 44所地震灾区的校舍后发现 其中57%损坏严重 无法修复 比例是政府建筑的四倍之多 新唐人记者朱志山张天宇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